罗欣任的儿子今年三岁 11月17号还是在杭州乐体港的 换备家游乐场玩 结果受伤了 玩滑梯的时候 他先滑下来了 滑下来之后呢 他在下面逗留了一会儿 然后就有另一个小朋友 从上面再滑下来 因为比较高嘛 速度也比较快 就撞到了我们小孩 然后撞到脚 然后头着地了 地的话 材质的话就是木板吧 应该是硬的 从游乐场的监控可以看到 罗先生儿子受到撞击后 直接摔到了地上 站起来后没几秒钟 又有一名小女孩 从上面滑了下来 再次把罗先生儿子撞倒 孩子后来被送到了杭州整形医院 医生说这口子有三公分嘛 太长了 然后的话需要缝合嘛 八身缝了八身 罗先生说 当天是奶奶带着孩子在玩 当晚8点40分受伤 游乐场清场是在9点钟 从视频上可以看到 罗先生的儿子摔倒前 还有一名小朋友 也站在滑梯滑下来的位置 他说正常情况下 那里应该有名工作人员 引导小朋友离开 儿子虽然是被其他孩子撞倒 可对方也是正常滑下来的 这件事 游乐场应该负责 当天的话是有工作人员 但是他在那个点 就没有清场的情况下 就是做消毒了 然后他说这个员工 那是实习生 已经开走了 开掉了 那我说你们员工 是不是是否缺乏责任心 是否这个点应该走开 然后你们的管理 为什么这个点 它可以另一个捅出来 就直接去搞微生消毒了 我觉得管理上有存在很大的问题 他被其他同事叫走了 就是看到没有人了 然后他另外的 我们是安排了他一些事情 说看到没有人 他就走开了 白店长表示 他们的员工做了处罚 可这儿本来就是儿童游乐场 家长也应该做好看护 因为我这边也查到监控 罗姨奶奶就干嘛了 他从8点钟开始 就距离很远的一个座椅 那里一直在那里休息 从8点钟开始 就一直就在那里休息 不存在陪护 或者说像你说 他去找孩子 厂内太大 找不到了 不存在了 也在这边冲塔 将近冲了3000块钱了 小孩子也来了 十至二十多次了 所以我觉得 小孩子也有能力 在这个场地玩 如果是 即使在一些大的滑梯 上面也是有工作人员的 我也是放心的 对不对 如果你在其他场合 发生了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我的错 白店长表示 关于赔偿问题 他向公司进行了申请 可以承担70%的医疗费 和交通费 再补偿3500块 罗先生不接受 我希望呢 首先你这个治疗费 医疗费 你首先要全部承担 然后呢 就是后期一些补偿 包括这个医疗 包括那个务工费 这些总计是8900块钱 乐体港商场的工作人员 也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白店长表示 会再向公司申请 再给罗先生答复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我需要 stays在搜换